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评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埃塞俄比亚的和解政策是一场闹剧 欧洲防务推动需要清除并购壁垒 物品的仍在发展中的法律 赃钱正在摧毁苏丹 哈罗德·霍尔特得到了一个游泳池 柯廷得到了一家酒吧 莫里斯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纪念物 请大家收看 埃塞俄比亚的和解政策是一场闹剧 外交政策 埃塞俄比亚正在完成其过度正义倡议 以应对皮格雷内战 然而 埃塞俄比亚政府不太可能对战争罪行负责 国际调查已经发现 埃塞俄比亚和厄利特里亚军队犯下了大规模屠杀 种族清洗 强奸和其他战争罪行的证据 埃塞俄比亚政府此前曾成立调查机构调查这些暴行 但调查结果存在缺陷 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淡化了军方的罪行 国际调查机构埃塞俄比亚人权专家国际委员会 H3成立 但埃塞俄比亚阻碍了其工作并迫使其解散 埃塞俄比亚最新的过度正义政策 很可能确保政府免受惩罚 该政策在没有足够听取提格雷人民意见的情况下设计 并没有关注冲突的受害者 它还通过将重点转移到提格雷战争之前的侵犯 来转移了对最近人权侵犯的注意力 政府的目标是将责任的焦点转移到之前的提格雷领导政府 而不是自身 欧洲防务推动需要清除并购壁垒 落透观点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尔苏拉·范德雷恩表示 自两年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欧洲国家增加了军费开支 今年欧盟27个成员国的军事预算总额 将达到3500亿欧元 3790亿美元 然而这笔支出被浪费在不兼容的武器和系统上 欧洲议会202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 欧盟可以通过消除重复每年节省245亿欧元 如果各国集中更多的研发 设备采购甚至一些部队 每年将增加到755亿欧元 欧洲防务公司应该整合起来 创造更大更专业的冠军 鼓励在有成熟专业知识的地方进行合作 物品的仍在发展中的法律 美国企业研究所 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 这是一种常识的随意表达 也反映了基本的财产法 确保财产权利赋予人们独立性 房地产法使我们的家成为我们的城堡 正如本杰明 康斯坦特所说 动产财产权的发展使农奴获得了解放 想象一下没有个人财产权的情况 警察和罪犯都可以肆意掠夺过路人 这是不合适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对执法机构的要求 迫使他们尽可能的进入人们的东西 在现代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 数字物品是否属于人们的东西 我认为更好的观点是 他们通常是 但要完全认可这一点 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最近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起案件 提醒了我们关于财产法的事项 Snate Call诉美国是由保险箱 持有人提起的一起案件 他们的保险箱被卷入了存储保险箱的公司的调查中 他们的保险箱被打开 清点和检查作为证据 政府寻求没收部分内容 上诉法院裁定 进入保险箱不是合适的清点搜索 这是第四修正案的搜查令要求的例外情况 及执法机关必要的占有人们的东西 根据最高法院的先例 清点搜索是为了保护所有者的财产 同时 它在警察的保管下 为了防止财产丢失 被盗或被破坏的索赔 以及为了保护警察 免受危险物品的伤害 Snate Call的清点 并没有保护财产所有者 对保险箱内容的检查 具有调查搜索的所有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 进行清点搜索的政策 有一个政策应该有助于验证搜索 与调查搜索 有一个奇怪的相似之处 2014年的最高法院案件 Riley Su 加利福尼亚州 也有类似的相似之处 执法人员拦下并逮捕了一个 带有光派成员特征的年轻人 在逮捕他 并根据逮捕行动扣押他的手机后 他们开始查看手机 以了解他们能学到什么 政府便称 这是对被告人身上发现的容器 进行的可接受搜索 根据几个先例 容器搜索是允许的 我最喜欢的是美国诉罗宾逊案 因为操作事实 在华盛顿特区的东北部的 第八阶和C阶 发现了海洛因胶囊 发生在我位于 国会山附近的房子的几步之遥 那是在1973年 那个社区已经大不相同了 但我仍然在去东方市场的路上 小心地隐藏我的海洛因 在Riley案中 最高法院拒绝将罗宾逊 和类似案例应用于手机 因为手机中包含了大量 和各种各样的数据 这些东西的量远远超过了 可能在从前口袋里拿出的 皱巴巴的包裹中 找到的有型物品 值得注意的是 法院将数字物品 视为第四修正案的物品 法院在将容器原则 应用于手机时写道 实际上将警察随意搜查 一个人的私人物品 你注意到了吗 手机的内容是物品 因此 Snickle提醒我们 人们可以将自己的东西交给他人 并仍然保留自己的财产权 我们有最高法院的法律认定 数字物品是真实的物品 财产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 会发生什么 尼尔 哥萨奇大法官 在carpenter宿美国案中 谈到了这个问题 该案涉及我们的手机定位信息 在电信提供商手中的情况 你曾经把一份私人文件 交给朋友归还吗 把钥匙扔给餐厅的代客停车员 让邻居在你旅行时照看你的狗 把你的东西托付给他人 是一种保管 保管是一个人 委托人将个人财产交给另一个人 受托人为特定目的持有的行为 财产法 特别是保管 可能保护我们 托付给他人的东西的第四修正安全力 为了在现代数字时代 保持人们的独立性 法院发现 就规则赋予政府代理人 对有型物品的访问权 不一定适用于数字物品 就规则保护财产权 对数字物品适用 这是进步 在此过程中 法院可能会重新审视 适用于有型物品的规则 为什么在我们有现代技术 如安全带的情况下 还要进行汽车清点搜索 密封汽车可以消除 除了极少数情况外的 汽车清点搜索的隐私问题 另请参阅 摆脱令人讨厌 对第一修正案来说还不够 官僚主义 暴力和乌托邦 一个有趣而有趣的提醒 社交媒体平台和政府强制 透明度要求的过度侵入性 本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赃钱正在摧毁苏丹 外交事务 苏丹正面临着一场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数百万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 濒临饥荒 这场冲突不仅是苏丹武装部队 和准军事组织之间 长期紧张关系的结果 还涉及到新的国际行动者 他们正在剥削苏丹的资源 并支持各个派别 包括阿拉伯联合酬长国阿联酋 埃及和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 看到了进入苏丹港口 利用其作为地区冲突基地 并加强自身利益的机会 这些国家参与了非法黄金贸易 并向交战派别提供军事援助 作为该地区的关键参与者 美国必须增加对这些行动者的经济压力 以帮助解决冲突 可以通过反洗钱工具 网络制裁 以及对参与非法黄金贸易和军火 交付的个人和公司 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来实现这一点 特别是阿联酋在洗钱和非法黄金进口方面 有着历史问题 美国及其盟友 应加大对其活动的审查力度 与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 分享信息 并发布商业咨询警告 提醒与阿联酋进行商业往来的风险 还应对涉及暴力和腐败的苏丹实体实施制裁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 还必须支持苏丹的亲民主和民间社会团体 加强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 并拒绝承认任何由暴力产生的苏丹政府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破坏支持冲突的金融网络 并增强致力于解决冲突的外交官的影响力 美国在苏丹有重要利益 包括对抗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支持民主和防止伊斯兰主义团体的增长 通过对关键行动者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 美国可以在苏丹实现和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哈罗德·霍尔特得到了一个游泳池 柯廷得到了一家酒吧 莫里斯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纪念物 悉尼先驱晨报评论版 澳大利亚有一个传统 以一种不适合他们的遗产的方式 将纪念碑和地点命名为前任总理的名字 例如哈罗德·霍尔特纪念游泳中心 他以唯一一位被认为在任期间溺水的总理的名字命名 其他例子包括以酗酒者约翰 柯廷的名字命名的约翰 柯廷酒店 以及以通过祥神会议进行研究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迪肯大学 作者建议 应该以类似非传统的方式纪念更近期的总理 如托尼 阿伯特 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 斯科特 莫里森和安东尼 阿尔巴尼斯 SINE的IPO备选计划可能会失败 路透观点 快时尚零售商SINE正在考虑在伦敦 新加坡或香港上市 因为其计划中的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面临障碍 自2020年以来 SINE一直计划在纽约上市 但面临美中政治紧张关系和市场波动等挑战 然而 转向欧洲或亚洲 可能使包括红杉资本和通用大西洋在内的公司投资者 能够更快地退出投资 尽管如此 最近的纽约 IPO表现良好 使SINE最初的计划成为最有吸引力的选择 为什么我要为我所爱的香港制造好麻烦 南华早报评论版 斯蒂芬 罗奇 Steven Roach 是耶鲁法学院保罗 蔡中国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曾担任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 驻香港 他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 香港已经结束让我痛心的观点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罗奇讨论了香港的辉煌时代可能已经结束的三个原因 2019-2020年抗议活动后 政治自治的丧失 中国经济的疲软 以及中美冲突的影响 罗奇认为 香港这次的复苏将需要政治和经济政策的自治 中国经济的复苏 以及中美冲突的解决 北京表明了 他希望继续推进对下发展的重点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澳门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 已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第二次访问香港 夏宝龙此次访问被视为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此时 香港正试图摆脱过去的困境 专注于恢复繁荣 此次访问范围广泛 包括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会晤 包括大亨 政治家 经济学家和低收入家庭 此次访问 预计将加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合作 并重申北京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发展的信心 强调 香港应该保持其独特的特点和国际联系 同时维护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和自由 永远喜欢你 除非你来自西班牙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今天的专栏将涉及贸易法的细致末节 所以请事先知悉 对于我写过的最糟糕的双关语 我向您道歉 但是它实在太好玩了 我无法放过 上周 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又输掉了一起案件 与之前的一些案件一样 这个结果可能对美国的贸易法和美国与WTO的关系产生持久影响 也可能没有还有待观察 这次问题不是关于国家安全 而是涉及来自西班牙的橄榄 我不会感到惊讶 如果有人试图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案件 但很难看到它会成功 尽管它们很美味 但我们的军队并不靠橄榄或橄榄油运行 而且这也不是案件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合规案件 美国在2021年12月输掉了最初的案件 并且值得赞扬的是 它表示将遵守而不是上诉 与欧盟投诉方达成的协议 给予美国到2023年1月的时间来履行承诺 当时 美国宣布已经履行了承诺 但欧盟认为我们的行动不够 这导致另一个小组来确定谁是对的 上周关于这个问题的裁决对欧盟有利 截至目前 美国尚未宣布这次将采取什么行动 这个案件很重要 因为最初的小组和合规小组都得出结论 美国法律的一项规定与我们的WTO义务不一致 有关规定是1930年关税法第771B条 俗称斯木特获利法案 它规定了在这种情况下 即上游农产品在本案中是生橄榄的补贴 是否可以被视为传递给下游产品 在本案中是成熟橄榄的加工者 该规定如下 对于从原始农产品加工而成的农产品 如果满足以下条件 对前一阶段产品的需求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后一阶段产品的需求 以及二加工操作对原始商品的增值有限 那么对产品的生产者或加工者提供的可抵消补贴 将被视为与加工产品的制造 生产或出口有关 这项规定是1987年综合贸易法案中 由参议员马克思、鲍卡斯、DMP添加的 旨在解决从加拿大补贴猪生产的加拿大猪肉进口问题 当时没有人考虑过橄榄 WTO小组得出结论 该规定违反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的部分规定 因为他要求商务部在满足规定中指定的两个标准时 将补贴传递给下游生产者 并且没有提供考虑其他因素的自由裁量权 商务部向合规小组辩称 在初步小组报告之后进行进一步审查时 他已经考虑了其他因素 但小组并不认同 补贴传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行政当局在检查下游进口品的定价时 不能考虑上游补贴 进口商实际上可以逃脱补贴 而且各国可以构建他们的农业计划 以利用这个漏洞 与此同时 WTO规则确实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 他们没有规定必须遵循的特定计算补贴的方法 并且给予政府决定如何进行计算的自由裁量权 在橄榄案中 问题在于美国法律允许多少自由裁量权 小组得出结论认为 没有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来考虑 可能减轻补贴影响的其他因素 请记住 这些法律和规则并不旨在惩罚 允许的关税 必须抵消补贴或清销的金额 而不是超过它 因此 正确计算补贴金额非常重要 输掉这些案件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困境 得出结论认为 美国法律与其WTO义务不一致 意味着唯一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是改变法律 这是欧盟的立场 但是小组像往常一样没有那么具体 只建议美国使其做法符合义务 当然 您这些贸易专家知道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通过国会 通过一项贸易法案也是多么困难 而我们现在显然没有那样的情况 因此 美国再次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选择 进行可能徒劳无功的努力 来改变美国的贸易法 这也意味着承认我们错了 而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这一方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或者再次拒绝小组的决定 从而破坏WTO并损害我们与欧盟的经济关系 更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将尊重WTO 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参差不齐的 特别是这些政府的记录非常糟糕 不幸的是 由于我们在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行动 有一个退路 向不起作用的上诉机构上诉 这使我们避免了最终的失败 但这种策略正在变得流行 因为越来越多的失败国家也这样做 结果是一个更弱的WTO 这对我们长远来说是有害的 如果美国对橄榄案提出上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可能会松一口气 因为它摆脱了责任 但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恼火 因为当我们赢得一起案件 并且对方上诉时 我们得不到任何救济 美国可以通过不上诉 并接受国会的惩罚来发出重要信号 但它可以做的更重要的事情是 引领WTO建立一个新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防止这种操纵行为的发生 威廉 莱因师William Reint 是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肖尔国际商务讲座教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和解政策 尽管埃塞俄比亚政府成立了调查机构 但国际调查机构 发现其调查结果存在缺陷 这意味着政府可能免受惩罚 然而这一政策忽视了冲突的受害者 将责任的焦点转移到之前的领导政府 我认为这是对和解政策的一场闹剧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欧洲防务推动需要清除并购壁垒 欧洲国家在军费开支方面增加了投入 但支出却浪费在不兼容的武器和系统上 欧洲防务公司应该整合起来 创造更大更专业的冠军 鼓励在有成熟专业知识的地方进行合作 这样做可以节省资金 并提高欧洲国家在防务领域的能力 我们还谈到了物品的仍在发展中的法律 在数字时代 我们对数字物品的财产权问题仍存在争议 最近的一起案件提醒了我们 关于财产法的一些问题 我认为数字物品通常是财产 但要完全认可这一点 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此外 我们讨论了赃钱正在摧毁苏丹的问题 苏丹面临着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外部势力正在剥削苏丹的资源 并支持各个派别 为了解决这一冲突 我们需要加强对这些行动者的经济压力 并支持苏丹的亲民主和民间社会团体 最后 我们谈到了一些有趣的话题 比如 为前任总理命名纪念物和事案的IPO备选计划可能失败 这些话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轻松的氛围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总结 我希望你们对这些新闻感到满意 并且能够从中获取一些有趣的信息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都没错